蘭丹熙大使 首先 我要恭喜蘭丹熙大使 在兩國建交邁進第 15 週年之際 獲得重任 來臺擔任助使 蘭丹熙大使是長期支持臺灣的好朋友 過去在外交部市長任內 積極促成了及巴斯在臺設立大使館 我們層次歡迎蘭丹熙大使來臺旅行 持續順化兩國的邦誼 蘭丹熙大使致力豐富 使吉里巴斯優秀的人才表現備受肯定 除了歷任內政部次長 工商部次長 以及外交部次長等重要職位 2016年更升任吉里巴斯內閣秘書長 這次由蘭丹熙大使出任駐台監柱日韓大使 也顯現出來吉里巴斯對臺灣的重視 臺灣原住民跟吉里巴斯同屬於南島語系 兩國都是海洋國家 多年來在各領域都有非常密切的交流 包括在醫療衛生領域 農序漁業技術的合作 基礎建設 人力賠力 以及捷徑能源等等 雙方建交致敬 已經有100多項雙邊的合作計畫 貴國馬茂總統上任以來 致力推動吉里巴斯20年願景 特別重視漁業 觀光產業以及基礎建設發展 未來臺灣將持續秉持 踏實外交 互惠互助的精神 跟吉里巴斯分享發展的心願 深化雙方的合作 協助落實願景 臺灣非常重視跟吉里巴斯的邦誼 我們也非常期待 未來在蘭丹熙大使的協助之下 兩國合作關係有更好的發展 持續寫下美好的篇章 我要再次恭喜蘭丹熙大使 榮丽心智 歡迎來到臺灣